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1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重點時事 這一節 是突發揭露 倫敦鋼琴家事件又有後續發展 我們本台也跟大家詳細調查和揭露 揭露這個 是叫做呂五毛 呂五毛的其中一個可能潛在的身份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 跟進後續 因為 網上流傳著這個 事件之中的女主角 這個共匪五毛似乎 在Instagram 哭著求救 我們早兩天也跟大家分析了 似乎這次 中國大陸並不想 在這件事是官方炒作上去的 所以 共匪這次得不到任何的支持 真是叫做自己拿來衰 非常的juicy 所以我們跟大家繼續揭露下去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繼續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法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免費的模式支持我們本台 請各位記得繼續幫忙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記得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將會有更多 Patreon獨家節目的不時會推出 看看英國鋼琴事件 這隻女5號 英文相當之流利 話說 在 歐洲這邊的時間 25號 那麼 在這個晚間的時分 他在網上 Instagram 發文 他說 I am so scared Please help me 其實大部分香港人也聽得懂 不過 慎防我們有些聽眾可能真的不懂英文 我們照樣翻譯出來 他說 我很害怕 很恐慌 請你救救我吧 發生甚麼事呢 他說 他說 他說他離開了他的房子是幾天的 他說他和他的家 收到 是個千個 仇恨言論 還要是每一天 他說 他說 我和我的家 都會收到 恨言論 每天 還有 大量 這些 欺凌性 恐嚇性的留言 電話 不斷地 不斷地從四面八方 從一些 他不認識的人 打給他 他 他說 everything is so stressful 現在感覺到非常之大壓力 甚至乎 是精神 崩潰 他現在 有 mental 壁 他再重申 他說 我當時只不過 是叫他 可不可以停止拍攝我 我當時 是用很溫和的態度 很有禮貌的態度 說這件事 他說 為什麼 每一個人現在 對我的態度 那麼敵視 忽然之間 對我那麼敵對 他說 這件事的發展 已經影響了我的 精神健康 我的精神出現了問題 用回英文那邊 去看 他會發現 其實他現在 真的叫做精神崩潰 因為 他以為自己很有禮貌 有禮貌是沒有用的 正好 是一個良好示範 告訴大家 一件事 很多人會忽略了 這個世界 很多 稍為有學歷 有社會地位的人 只是看別人的態度 和語氣 去判斷一件事 對不對 有些時候 基層的人 可能比較粗魯一點 說話大聲一點 說話火爆一點 甚至乎說粗口 臨代表 粗魯的人 就一定是錯的 倒過來 你看看這次的事件 我同意的 呂五毛當時 那個態度好像 很溫和 但是在溫和 不代表你不是在做一件壞事 而且 殺傷力 可能比起 炒炒鬧鬧的人更加 恐怖 所以 共匪有很多 這樣的人 假裝斯文跟你說道理 好像以前2019年時代革命的時候 中聯辦的主任 王志文也很斯文 王志文斯文 不是一樣 會支持你香港政府暴力鎮壓嗎 你看看香港的國安法法官 說話思思文文 陰聲細氣 不會說粗言慰語 那有什麼意思呀 他在用刀叉 差不多是來吃人肉的 所以我同意 這個女五毛當時 如果你純粹說他的說話語氣和態度 好像 很斯文的 我同意 但是你 是在用一個斯文的態度 去支持一個邪惡 又無恥又暴力 的政權嘛 你拿著五星紅旗嘛 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邪惡政權 的國旗嘛 是不是 你再斯文一點說話也沒有意思的 所以他捉錯用神 你最錯的 不是你停止叫對方 拍攝你 你最錯的地方 是你拿著五星紅旗 說要捍衛五星紅旗呀 只是這件事本身 我告訴你的 禮貌 再很多十倍 這個罪行 也是大到不能原諒的 不是跟香港的高官一樣嗎 不是跟香港的國安法法官一樣嗎 法律界本身 就是這樣的 說話斯文沒有意思的 是要看你做的是甚麼 最好笑 中審法院的首席法官跟你說 現在很難招聘人手呀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香港的法官就會被世界制裁 你說你多好笑呀 沒有意思的 所以你多說一些英文 多說一些很艱深的英文 多看兩本英國文學 也沒有用 你就是全世界 當你是野蠻人 是沒有意思的 你看多幾多本 文學巨著也沒有用的 坦白說 我剛才所說的道理 香港有很多人不明白 大部分當然是藍絲 藍絲就是這樣的 其實他們 除了激進那些示威藍絲 我們在說那些 是那些離地 爭人富貴厭人貧 覺得自己有專業資格 永遠不會去了解社會發生甚麼事 只是埋頭苦幹 自己上位 又或者 我講的那些上位 不是政治的那些小丑上位 可能他們在自己的界別裏面 閉門造居 對社會不了解 對其他人 不認識 社會問題 他們沒有研究 然後跟你說 覺得你很煩 叫你不要示威 不要反對 我講的是這些人 好了 這一次的鋼琴事件 坦白說 這兩隻五毛 男女主角 其實 擁有 以國內人來說 他們擁有非常高英語水平的能力 即是說 他們不單止 放羊留學 他們真是 在外國長期生活 但是他們在外國生活 學到的東西 就是最表面的東西 即是懂得 扮洋人講話 平時講話 陰聲細氣 實際上 腦袋裏面 充滿著垃圾 下會跑去 甚麼都不看 民族主義上身 和你 捍衛五星紅旗 這些人 就是如果 在西方世界有些社會地位呀 有些專業資格呀 就是會離地 然後跟你說 我也是英國人 我也是很愛國的 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跟你說 我是中華義女要捍衛 正正就是這些人來的 坦白說我覺得這些人 真的是人渣來的 當然大家可能會覺得 那些在街頭上打人的藍絲 是最討厭的 因為他們 但是 真真正正 香港和中國大陸 最大殺傷力 令到這個民族 令到那麼多人 萬千人受害的 其實 倒過來 是這種 以為自己有些學識 有些學歷 去過西方 甚至乎 滿口流利英文的人 幫共匪做事 這個才是中國共產黨 可以 作惡得那麼厲害的最核心原因 所以 這個女士現在 說自己精神受到困擾 不好意思 我 一定是開香檳的 你那麼愛國 中國大陸有多少學生失蹤 有多少人 在中國大陸家破人亡 所以你現在受到那小小苦 就在這裏求救 即是說他們在自己作業 他們不知道 所以 他們 是不能原諒的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ckshack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快 第二 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訊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 能夠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